某团台湾超级篮球挑战赛 蒲原和九太太的交手 橘色大军由于赛程和新联盟热神赛冲突 必须兵分两路的状况下 本场比赛不得已 仅登陆了6名球员 雪上加霜的是 其中李家康还因为髋关节受伤的关系 必须高挂免战牌 这下蒲原只能依靠先发五虎撑完全场 不是啊这样也太累了吧 就算是湘北队也有眼镜割目目 可以换上来调节一下体力耶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这也正是球员能够好好展现自己能耐的时候 而这个机会新秀卢俊祥 他把握住了 首阶就标进两季三分外线 个人独揽八分 只不过九太这边也有人手感很烫 从夏季挑战赛开始 就展现不错状况的吴小景 远头近切都有所斩获 个人单节攻下九分 帮助九太取得26比19的领先 而且随后苏伊进也加入战局 在铺原本场比赛没有中锋 只能仰赖封宪试验宗正守坚确的状况下 195公分的大头在内线可说是占尽优势 光是上半场就有18分11篮板的双十表现 帮助九太将领先扩大到52比37 进入下半场 蒲原试图反击 尤其关达又相当积极 全场有18分11篮板五助攻的全能发挥 其实蒲原这场比赛出赛的五位球员 每一位得分都来到了双位数 但终究是敌不过人多势中的九太 黄色萌向本场比赛可说是人人有攻练 每位上场的球员都有分数进账 其中以李银峰攻下23分表现最为出色 加上吴肖庆最终也有21分进账 九太从头领先到尾 没有给蒲原任何机会 最终便于93比7之1抢下胜利 我来提醒我们综合报导